中国解放军昨天宣布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 为期两天的联合力舰军演 国军绷紧神经加强戒备 也让准备出国的旅客们在网路上讨论 航班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此淘机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今天上午航班都正常的起降 没有受到影响 实际访问旅客也都表示 对国家有信心不太担心 桃园机场内人潮同样满满满 旅客们扛着大包小包到柜台忙着报道 面对军演出国旅客们心情似乎不受影响 还有旅客说对国家很有信心 完全不担心中国这回的军演行动 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23号宣布 对台澎金马启动为期两天的联合力舰军演 让国军绷紧神经加强戒备 也让即将出国的旅客在网路上讨论 害怕是否会影响到班机 对此陶机也作出回应 表示24号上午航班都正常起降 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是中国的应该还 没有到很担心 不会担心 我对国家是蛮有信心的 实际访问旅客大多都不担心 陶机也表示除了港澳琉球机场 因为天候因素有延误 其他航班都正常要旅客们放心出游 记得林朱强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